政治话题来聚焦林志坚的论文涉嫌抄袭事件持续延烧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今天到中华大学陈情 希望校方一个月内完成审查 而国民党团则提出了时间轴 紧咬林志坚的论文涉嫌侵占了 逐科智慧财产局的智慧财产权 今天林志坚正式请辞新竹市长全力拼选举 面对论文争议他没有回应细节 只说会用实质的证件争取民众的支持 挥别恶意抹黑 自己打包物品开车离开市府 同人们一路夹道欢送 八号林志坚正式交接请辞新竹市长 全力拼年底桃源选举 我们会提牛肉会提证件 更会透过勤跑基层来挥别抹黑泼脏水 结束七年多新竹市长任期 接下来怎么平息论文抄袭争议是首要难题 因为国民党连日来炮火猛攻 希望中华大学真正的秉公处理 北市议员王宏威 周五一早特地到新竹中华大学 向校方递交陈情书 还高喊口号要校方尽速查明抄袭案 和主客管理局的履约规范 不过这动作遭虑怒批是政治动作 把高等教育拿来作为斗争工具 自家人重炮回旗 但难以再追时间序 指出竹科报告出刊日是六月二十号 确实是在林志坚论文口事之前 持续警咬林志坚侵占竹科的智慧财产权权 国民党大动作猛烧柴火 但绿营对细节论处理 这把火能否改变桃园市选情 仍存在不少变数 介绍配给刘伟成林朝贤 台北新竹综合报道